大家好,我是阿龍開箱 現在來開箱分享劇場版咒術迴戰零的五條物 Gorgeous Satoru 這一次的五條物最大差別時代遍及的不同 這個是遺骨剛入學的時候的五條 可以看到盒子的外觀跟上次其實差不多 那在本片的最後我也會做個上次的比較 背面可以看到各種姿態的呈現 當然這一次非常非常期待就是封面可以看到的 露單眼五條,非常非常帥氣 好,頂部的話 也是這個造型啊,好,下面 好,那不囉嗦看內容 好,裡面的說明書不可或缺 好,再來看到的是整體的配件及造型 好,可以發現這一次的手的動作多了非常非常多 好,首先還是看本體的整體造型 好,非常非常帥氣啊 好,再來看到面部的還原及頭雕 好,經典的斜推造型及眼罩的眼窩都有刻畫出來 頭髮的顏色也有顧到 這個顯玉色經典 換上第一個表情,微笑 好,非常的經典啊 好,再來這個髒嘴表情 好,再來這個髒嘴表情 好,其實可以搭配滿多動作的 好,再來這個最經典露出單眼的表情 哇,這個帥度爆表 哇,這個帥度爆表 還是很冷靜的 ? こう,我們看起來 好,這樣子 好,再來? 然後,在這裡 我換會均勻 好,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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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怎麼會 好,來吧 謝謝 謝謝 把之前的五條做個對比 身體其實完全是一樣的 沒有任何差別 那塗裝上來看的話 之前好像比較有量感更重一些 這一次的話比較 霧面一點 那當然這一次明顯的比較白一些 以前比較黑 再來就是頭的擺動幅度 擺動幅度這一次就明顯大很多 一樣是做上揚的動作 那之前的這個版本就大概做到這邊就極限了 那這個版本就是明顯脖子比較長 然後可以再往後做更大的動作 另外也可以看到裡面以前是靠 兩個孔洞去做固定 那這一次呢 它在左右邊又多了一個插槽 可以讓它更加穩定 所以這一次的面雕可以看到 除了上方的固定處外 左右兩邊有多了白色的 拖出來的這個環節 可以讓眼罩前後顯機的時候更加生動 及自然 那一樣的肩膀高度 這一次的衣領確實比較低一些 那脖子比較細長一點 所以在後腦勺的斜推 頭髮斜推那邊呢 有點空隙 那之前是比較密合 再來看外盒的設計 跟上次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是變得比較寬一點 因為這一次的手的動作可以做比較多的變化 側面一樣是像這個樣子 背面也是 基本上就是一樣的設計 不同的經典的動作 那配件當然也截然不同 在第一次的話 因為是動畫大概一到二十多期 所以它有無量空處的手勢 就領域展開 那這一次劇場版的話 當然是經典的露眼 露眼睛單顆眼睛的這個表情 然後有各種手勢的動作 比較生活化的五條 那明顯可以看到這一次的 顏色比較白一點 好 這個整體的落差感 就如影片現在所看到 整體就是在這樣的差異性 主要還是多了蠻多手勢的 所以大小蠻大的落差在 好那這一次的五條呢 可以說生動度大幅的提升 因為可以做各式各樣的動作 搭配它的表情還有手勢 好那跟前置相比的 其實各有各不錯的地方 不知道你心目中比較喜歡哪一個五條 好今天開箱分享 就到這邊 喜歡的朋友呢 也可以按喜歡訂閱我的頻道 啾嚕